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胖猩猩胖月亮终于可以开始往黎明觉醒了 既然是生存游戏,那必不可少的就是武器了 有了强力的武器才能在这个危险的世界存活 来来来,是时候开始制作武器了 首先需要前期过度的实际装备 这里小强推荐HK-416突击步枪 制作它需要一些地底材料 铁矿石,弹破兽皮,当树皮,草棉纸 这几样东西都能在红木灵地获得 过来后打开地图 在采集界面将资源全部显示出来 别看上面的图表少 其实还有很多没显示出来 这时我们可以看着右上角的小地图 那就像这样 OK,开始钢材料了 对了,这生机还有个好处 就是原材料是没有限制的 只要你的钢足够强,可以无限采集 忙碌了一天一夜可以回营地制造楼 先把原材料丢进加工台 这里要注意了,材料加工每天都有次数限制 我们可以到金币商城 购买润剂跟散热器 这两东西才1000金币一个 所以可以让我们每天多出300次加工处 要是你是钢地把次数都钢码了 一天赚20万金条不是问题 OK,材料已到位 开始制作武器 HK416到手 再也不怕往上被感染者袭击了 多余的低级材料不要丢 我们可以用来合成铁合金 这玩意是30级武器制作材料之一 另外的两种,交合板和铜合金 原材料可以到中部平原采集 话不多说,冲冲冲 我去,忘记升级工具了 导致高级材料掉落率下降 各位小伙伴,千万不要像小翔这么傻 过来采集物质的时候,一定要先升级工具 斧头都入冒烟了 他料终于集齐,可以做5T了 我直接跳过20起装备 哎呀,只是个狼射 运气都在前期用完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上,拜拜